隔离明年是否会离开勇士 现在的勇士队变得坚不可摧 尤其是有了考心思的加盟 让他们更加成为联盟中的超级强队 然而看似勇士现在相安无事 不过他们也存在非常大的理由 明年勇士的这套核心阵容极有可能会瓦解 而第一个离队 这有可能就是他们的防守大将德拉蒙为格林 2016年格林就曾在ESPN上用4000字的长文梳理 能和史蒂夫科尔之间的关系 而且曾经向科尔怒吼 我又不是机器人 最近两个赛季格里也经常会拍到赛场上怒喷队友杜兰特的画面 尽管季后再看似风平浪静 但是大卫维斯特就透露其实内部关系 一直很紧张 远没有外界看得那么和谐 或许格林真的已经累了 格林依然是这个联盟防守前三的球员 但是他已经30岁 球员都想在自己状态不下滑的情况下进联盟的一份高薪 但是按照勇士现在的心境空间 且不要说明年续签堂普森 要给格林高薪更是难上加拿 但是以他的实力 又值得一份更高额的年薪 据以SPN的记者海内斯在6月份报道 格林可不会像杜兰特那样愿意自我降薪 到了2020年他希望得到符合自己身家的合同 他现在的年薪也就在1700万美元 比雷霆的亚当斯少700万美元 比台尔特人的霍夫的少1700万美元 如果格林下赛季能够获得最佳榜守球员 他就有资格获得最高在2.26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格林的确有资格获得匹配自己实力和身家的合同 但是勇士会给出这样的合同吗 虽然杜兰特已经降薪 不过那也是3000万以上的年薪 更别忘了史蒂芬库里如今已经是联盟薪资第一人 而明年夏天克莱唐普森也将成为自由球员 一旦汤神在高线流队 勇士根本也没有任何的心经空间留下格林 格林曾对克尔幕后 我又不是机器人 俺是自己太累了 毕竟在死亡无效阵容 中格林更多时间释放在5号位 虽然格林防守功力一流 但是要是每次都让他都确定身材比他更高 块头比他更大的内线球员 格林所耗费的体力 远比其他勇士球员要多 与主帅科尔似乎存在矛盾 如果杜兰特离开 那么勇士有足够的理由 和心经空间去签约格林 问题是杜兰特会走吗 尽管杜兰特选择降薪 降身份来到勇士 但是他在这里获得了总冠军 获得了总决赛MVP 和两年前比起来 杜兰特正在用事实证明 自己即将成为联盟第一人 他在场内外所获得的价值远超那降下来的薪水 杜兰特没有理由的这个时候选择离开 这样好的一个团队 所以不要妄想杜兰特会加蒙古人联手詹姆斯 或者来到尼克斯去和波尔金吉斯 甚至到时还与欧文去并肩作战 一旦杜兰特离开勇士 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骂声 即使现在人有人不满杜兰特又如何 他在个人和团队荣誉上的确无人能敌 留在勇士和胡理一起他们年年都是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他所赢得的掌声和欢呼声 要远超质疑声 如果杜兰特想用成绩来渐渐稀释人们的批评声 无疑勇士是最好的避风港湾 勇士老板曾透露未来十年 能够让自己的球队一直称霸联盟 显然这套阵容并足以让他们统治十年 因此球队需要在必要的时刻进行更新换代 而利用格林去做交易 换来更年轻 更有潜力的球员自然也在管理层计划之中 趁着格林还有市场 球队不会放弃延期活力的机会 而杜兰特作为联盟未来的接班人 勇士没理由选择放弃 但是一旦格林在场上 还是时不时给杜兰特造成紧张的对质气氛 为了球队未来 勇士也会考虑将格林送走 换来杜兰特身边的宁静 只要杜兰特不想走 格林和杜兰特 你会选择谁 想必大家都会有相对一致的答案 而在格林的潜在下 家中 包括快船 蓝王 尼克斯 公牛 独行下 热火 开拓者甚至包括狐人都是可以期待的 一旦狐人没能在下赛季创造好的成绩 狐人急需在詹姆斯 身边找一个科普的球星 而比起杜兰特 狐人 法男更需要格林这种类型的球员 因此明年张姆斯和格林联手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当然自由市场顺其万变 谁都不曾预论欧文会去凯尔特人 莱奥纳德会和德罗赞不换 海国德加盟凯尔特人一样 格林的下家也的确很难预测 不过 有一点可以肯定 明年自由市场上格林的去向 绝对是联盟关注的焦点 文斗鸭 与杜兰特的关系也并非看起来那么和谐 文斗鸭